这是我见过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他们使用木炭燃烧一条500斤的木头 将它打造成独木舟 并在满是鳄鱼的水中游行 为了能够在冬天生存下去 他们冒雨搭建庇护所 目的就是为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来这里50天 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制造出各种原始的生活工具 时间来到第42天 盖里因病退赛后 马克思就开始魂不守舍了 他们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 猎杀了两条鳄鱼 没有感情都有激情 现在他们希望尽快把独木舟做好 就可以探索新的大陆了 杰夫组合这边 他和史蒂文一早就在外面收集木头 他们把自己的队伍命名为河口男孩 干活的时候他们充满激情 总喜欢大喊大叫 这大早上的就在外面哇哇叫 马特还没起床就听到了 他是非常讨厌这两个大喇叭的 杰夫和史蒂文干活时 总喜欢大声交流 随时随地都能尖叫一声 他们开心马特就不开心 马特队都被他们吵醒了 起床后来到树上钓鱼 这一周他们都没有抓到海鲤鼠 马特认为是杰夫大喊大叫 吓跑了海鲤鼠 现在不得不通过钓鱼来 获取蛋白质 马特和瑞安站在树木上钓鱼 很快就被他钓到了一条大鱼 莱莉也跑了出来 希望能在这次狩猎上 获取钓功劳 马特把鱼拉回来 很可惜瑞安没抓住 鱼又飞了出去 这种情况他们肯定 把锅甩在这棵树上 杰夫看到后 瞬间就开心了 斯奈德组合这边 他们早餐依旧是吃热鳄鱼烤肉 盖鱼走后 他们的食物就更多了 现在他们根本不愁吃喝 马克思非常怀念盖鱼还在的时候 最起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现在他们的主要计划 是完成独木舟的制作 不断在木头上放木炭进行燃烧 并且往边缘涂抹泥巴保护 一条差不多500斤的木头 大概要烧掉70%的重量 才能达到理想的福利 烧一条这样的独木舟 最起码要三天的时间 最近的天气非常不好 下雨天会影响木阀完工的进度 虽然他们现在还有很多饿鱼肉 但他们还是想赶紧将独木舟做好 这样就能到对岸探索资源 杰夫队伍这边 他们现在过得最惨 虽然有鱼肉吃 但庇护所这么简陋 晚上睡觉会非常冷 他们宁愿烧火取暖 也不愿意完善庇护所防风 天气越来越冷 马特队伍坐在庇护所里 怀念之前吃烤肉的日子 天空的雨越下越大 斯奈德他们在庇护所里躲雨 庇护所顶部留着一个智慧之窗 杰夫组终于开始完善庇护所了 他们收集了许多棕櫓液覆盖在屋顶上 这么多树木完全可以搭建一个木屋庇护所 可能还剩下20天时间 他们就懒得搞这么多了 好在附近有很多棕櫓树 他们可以用这些叶子来挡雨 庇护所可以不保暖 但是一定要挡雨 这样晚上会睡得舒服一些 马特队在庇护所里 分析杰夫队的庇护所 冬天的风刚好迎着他们的庇护所追 他们觉得杰夫队应该找一个干燥的位置 搭建一个封闭的庇护所 可能是吃得太饱的原因 杰夫队成为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就这么一转眼的时间 杰夫他们竟然把庇护所完善得这么好了 他们还做了一个木架 放在庇护所前面 把棕櫓液插入在木架上 这样不仅可以挡雨还能防风 尽管现在下着大雨 他们依旧冒着大雨干活 因为他们知道被淋湿一次 和每次都被淋湿的区别 不得不说他们的体质是真的好 冬天光着身子冒雨在干活 马特组他们的庇护所里非常干燥 很显然庇护所的防水性是很好的 他们就在庇护所里看着外面 尽管天空雷声霹雳 杰夫依旧毫无畏惧地在砍树 难道真的不怕被雷劈死吗 他们收集了许多木头 留着今晚烧 大雨一直下到晚上 杰夫背靠着火堆休息 外面倾盆大雨 他们根本睡不着 而马特他们则睡着很香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 是最考验庇护所的 有一间好的庇护所 帮助你赢得冠军 大雨根本没有要停的意思 杰夫和史蒂文蜷缩着休息 时间来到第43天 昨天一整晚都在下雨 杰夫他们被饥饿和寒冷折磨了一晚 经历了多次的磨难 杰夫和史蒂文的感情 也变得更加深了 斯奈德组这边 一早醒来就要吃早餐 斯奈德去检查钓鱼陷阱 他来到岸边准备收干 只是这里的淤泥陷得太深了 斯奈德的淡淡还缝着针 不能碰到水 他要非常小心这里的鱼泥 这时候退赛的话是非常可惜的 自从盖里退赛后 他们就再也钓不到鱼了 虽然还有一些鳄鱼肉吃 但每天钓不到鱼让他们很心慌 马克思失去盖里这个队友后 就开心不起来了 盖里是回家了 不是死了 请你们振作一点好吗 马克思在庇护所了 吃着烤肉怀念盖里 杰夫队伍这边 他们今天还是在完善庇护所 这么冷的天冒雨干活 难道不怕被冷感冒吗 如果是我就抓条辣条炖汤喝了 他们的庇护所被一点点完善好 马特他们提着小龙虾来钓鱼 鲜鱼也有嘴巴 他也怕小龙虾扎嘴 拿小龙虾考验鲜鱼 活该你钓不到鱼 杰夫他们的庇护所 已经被完善的差不多了 木头是完善取暖的重要物品 他们每天都需要收集木头 马特这边被鱼咬钩 成功钓到了一条大鱼 这条鱼非常大 我也是第一次见 他们钓到这么大的淡水鱼 这条鱼应该有十斤左右 足够他们一日三餐食用了 这么大的小龙虾 他们在处理鱼的时候 发现有许多脂肪和鱼子 就内脏都够他们饱餐一顿了 天气逐渐好转 斯奈德这边又开始制作独木猪了 木头已经被淋湿 上面的木头就像泥巴一样 斯奈德继续在木头上挖草 这是一个体力活 两个人轮流对这颗木头进行暴击伤害 几个小时下来 好像并没有多大进展 斯奈德趴在地上生火获取木炭 请问一定要这个姿势吗 马克思看到后 再也忍不住了 他决定先回庇护所里 休息一下先 斯奈德以为是马克思心情不好 失去盖了以后兜的抑郁症了 所以需要释放一些压力 摄影师在庇护所外不好意思靠近 斯奈德回到庇护所后 看到马克思盖的皮毛睡觉了 可能在椅外带的时间太长了 马克思觉得这里非常无聊 斯奈德想造好独木舟过和探索 而马克思想一直躺到最后 斯奈德不得不决定给坚果袋放线 医生过来给他检查 本想退出挑战的马克思 看到斯奈德坚果都没了还这么勇敢 所以他决定陪斯奈德撑到最后 马特组合这边 他们开始享用鱼子了 今天抓到的这条大鱼 足够他们一天三餐吃饱 饿了这么多天 今天这顿烤鱼大餐 他们吃得非常享受 而杰夫他们就没有这么好了 他们已经在雨中连续干活两天 马特队坐在庇护所里边吃着烤肉 边讨论他们的邻居 自从杰夫他们来到这里后 就一直在干活 好在他们的进展非常快 这间庇护所足够他们撑到第60天了 庇护所里的皮毛被挂起来烘干 马特对他们今天一顿饭吃掉一半的鱼肉 这么冷的天气又食物下肚子真好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还很长 他们必须要分配好食物 这样才能生活得更久 马特猜测接下来冬天 今天这条鱼很可能就是最后一顿饭 吃完这条鱼 他们可能就要挨饿十几天到结束 鱼头用来炖汤喝 他们一点都不想浪费 剩下的半条鱼他们选择不吃 看到隔壁两个小强这么努力 而且鱼钩也是他们给的 所以他们决定将这条鱼回馈给杰夫他们 他们来到杰夫的庇护所 把烤鱼交给杰夫他们 平时虽然很讨厌他们大喊大叫 也嫉妒他们钓到鲰鱼 但在关键时刻 他们还是选择做个人 我之前就说过了 突然多了一个邻居 逢年过节都要分饺子是真的不爽 这条鱼也是很难得的 但看到杰夫对这么可怜 冒鱼干活了两天 再不吃饭可能就要给他们人生办大事了 史蒂文也非常感激他们的烤鱼 他也逐渐爱上了他的邻居 杰夫对的庇护所已经算做好了 庇护所已经搭建好了 现在还有肉吃 真是美好的一天 他们把剩下的肉制作成烟熏肉 完善好庇护所后 杰夫也感觉舒服了许多 今晚估计能睡个好觉了 时间来到第44天 斯奈德这边 他一早就外出寿里了 下了几天雨非常潮湿 斯奈德想洗一下坚果袋 很可惜还缝着针 他在地上发现许多松鼠的脚印 但并没有看到松鼠出现 他决定在这里蹲守松鼠 很快一只替死鬼就出现了 斯奈德看见后 拿着弓箭慢慢靠近 连续射了两次 但都没能射中松鼠 这真的太可惜了 马克思一直想着盖里 做什么事都无精打采的 他必须要振作起来 要想生存到第60天 必须要想办法获取食物 他来到岸边检查钓鱼装置 幸运的是被他钓到了一条鱼 这条鱼的个头虽然不大 但是有东西吃肯定是好事 这些蛋白质能支撑 他们度过多几天 斯奈德继续坚持其他钓鱼装置 同样有收获 一条鱼在水里不停挣扎 但斯奈德不能碰水 马克思也走了过来 这种表现的机会 肯定是给马克思的 他下水把鲶鱼捞了上来 今天的这两条鱼 让他们有了一些希望 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今天收获了两条鲶鱼 可以满足他们饱餐一顿 马克思拿着鱼肉 在污水里清洗干净 斯奈德越想越不对劲 他觉得刚刚马克思不尊重他 斯奈德找到马克思进行理论一番 刚刚斯奈德发现钓到鱼后 马克思走了过来 但没有问过斯奈德 就直接下去抓鱼了 斯奈德觉得马克思 是看不起他的原因 觉得强于是对他的不尊重 马克思听到后 瞬间对他说对不起了 这一幕简直把我看猛了 这堪比我扶老奶奶马路 老奶奶说我不尊重他 甚至是更加恶劣 好在马克思并不和他计较这么多 这表面是一件很小的事 实际上非常伤人自尊 他们把鱼肉直接串在火上烤 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牛肉味 浮水莲作为青菜沙拉 这鱼肉烤得非常酥脆 斯奈德觉得这里的资源 备耗得差不多了 或许他们也会考虑搬家 时间来到第45天 杰夫组合这边 一早起床杰夫就去检查钓鱼线 但本没有什么收获 昨天虽然吃到了一些鱼肉 但他们还需继续努力获取食物 斯蒂文在沼泽地探索 这里有非常多倒下的树木 他想在这里狩猎点东西吃 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条辣条 但躲得比较隐秘 斯蒂文直接一砍刀下去 辣条直接去西天取经了 这么一小条辣条 放一杯米来猪粥勉强能吃饱 砍掉的头不能随便乱掉 放入裤袋里带回去进行垃圾分类 斯蒂文拿着辣条回到庇护所 虽然肉不多 但是用来做诱饵刚刚好 他们可以用这些肉来钓到更多肉 斯蒂文把辣条切成小块 装在野鱼沟上钓鱼 斯奈德组合这边 今天他们计划继续完善独木舟 他们打算尽快离开这里 今天虽然大风 但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独木舟也被烧得差不多了 但深度还不够 他们继续生火烧制 只有造好独木舟 他们才有机会离开这里 为了防止独木舟在水中不稳定 他们制作了一个稳定器 即使翻测也不会影响航行 制造法子的工程是非常大的 他们必须尽快把独木舟做好 时间来到第46天 天气越来越冷 马特意识到要开始收集木头了 他和莱莉在收集木头 而瑞安还在树上钓鱼 天冷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 天冷会加速他们的饥饿 鱼没有钓到 西北风就已经喝饱了 杰弗所这边 史蒂文拉线的时候 发现鱼线被砸物卡得很死 这么冷的天气下水整理 真的不情愿 好在还钓到了一条鱼 这条鱼都被冻僵了 史蒂文也被冷得不成人样 每次钓鱼都不吃鱼头 这么冷的天气还打算钓鱼吗 他在岸边处理粘鱼肉 手指被冻僵都感觉不到灵活 不得了了 这坨东西千万别被盖里看到 现在的气温就感觉像冬天一样 马特把干草铺在庇护所屋顶上 只有把庇护所盖得严密一些 里面烧火保暖性才更好 马特和莱莉在庇护所内外配合 寻找一些需要填补的漏洞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经过一个多月的挨饿 他们已经没有多少脂肪可以抗动了 杰弗祖和这边 他们收集了许多木头 他们的庇护所勉强是能住的 但火堆的温度也太小了吧 这大白天的 你们两个在庇护所里睡会龙觉吗 看着杰弗呼出来的口气 应该气温在十度左右 火堆其实并不大 根本达不到全身取暖的效果 他们的庇护所在不断冒着烟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在里面做饺子过年呢 马特觉得今晚应该是 目前为止最冷的一晚 他们晚上就这样围着火堆睡觉 约黑风高之夜 所有的选手都在庇护所里打冷战 斯奈德他们各自烧了一堆火来取暖 身上的皮毛也是所有选手最多的 晚上算勉强比其他队伍舒服一些 半夜的天气越来越冷 他们躺在庇护所里根本睡不着 大家都看着火堆等天亮 然而天亮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外面的植物已经开始霜动了 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更冷的天气 庇护所里的火堆就没有停过 史蒂文透过裂缝观察外面 大物缭绕如同地狱般的场景 其实相比地狱 我更怕的是你这一个月没刷牙的口气 麻烦你这个嗨老 下次别对着镜头哈气 我的粉丝都是达官贵人 受不了你这鼻视还臭的画面 马特一早醒来觉得脚都被冻僵了 晚上露出背部睡觉 感觉身体一侧都已经被冻成狗 双脚一直放在火堆上烤 马特和瑞安一早来到庇护外面观察 他奶奶个腿的 说了一万次别对着镜头哈气 我真的服了这些嗨老 瑞安屁股上的皮毛开个洞口 这究竟是几个意思 和面上都冒烟了 可想而知现在是有多冷 每人起床都感觉到非常寒冷 斯耐德在维护火堆 没有火的话 他们可能活不过今晚 今天医生又来给斯耐德消毒 看起来恢复的不错 还剩下酒针需要放线 马特和瑞安屁股上的皮毛 马克思每次看到斯耐德的坚果袋 表情都是非常难看的 可想而知这伤得是有多厉害 这一次终于把险都放掉了 斯耐德成为了一个被阉割的攻击一样 嘴上不停喊着是一个释放的野兽 其实早已经浪不起来 时间来到第48天 每天早晨都出现了霜冻 冬天已经正式来临 水位也更加低了 他们在水里获取到食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只能在陆地上寻找更多的机会 现在距离挑战结束 还有两周 马特组在研究接下来的生存计划 斯耐德组这边 他们每天都花时间在独木舟上 现在已经完成一半的工序 还需要继续使用木炭燃烧 边缘用泥巴来保护结构完整性 他们在木头上升起一堆火 然后把一根木头放在上面烘干 这是用来制造独木舟的平衡干 眼看着就快要完成了 期待能早日做好开始航行吧 他们回到庇护所休息取暖 大概后台就能把独木舟做好 他们决定前往新的地方生存 不用想都知道是和马特杰夫他们会合 马克思来查看独木舟烧制情况 没想到火太大了 不得不冒险熄灭这些火 烧掉独木舟是小事 如果引发森林火灾导演都要吃牢饭 他们精心控制着木炭的燃烧方向 估计明天精装修一下就能用了 时间来到第49天 马特组合这边 瑞安一早就外出狩猎 今天天气暖和 他希望能狩猎一只海里鼠 他们非常需要烤肉来维持身体能量了 天冷会更容易饥饿 马特和莱莉也要去小树林狩猎 随便抓个猎物都能炖锅粥来吃 这里到处都是沼泽地 瑞安都不情愿在地上走 他在附近探索的时候 发现附近有一只松鼠 用长毛瞄准松鼠就是一枪 小松鼠被吓得跑回家找妈妈 莱莉和马特这边也在寻找猎物 他们也发现了松鼠的身影 松鼠肉少但数量多 马特瞄准就是一件 成功抓到了一只松鼠 这剑法是真的准 狩猎终于有了收获 这次松鼠抱头操作 马特趁机吹嘘一波刺激 他们拿着一只松鼠 回到庇护所 这一只松鼠够吃吗 斯奈德组合这边 他们决定明天离开这里 斯奈德已经讨厌之类的一切 想换个新环境生存 他们在回收所有的散生 为明天离开做准备 斯奈德使用木头制作一个传讲 这是个手工活 他们的木筏一直烧制好 把上面的木炭灰挖掉 精装修一下就很漂亮了 他们用到挂掉上面的木炭 尽量把独木舟打磨得精致一些 刚好坐了两个位置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浮起来 为了能在航行中更稳定 在独木舟上增加平衡装置 马特组合这边 他们正在享受松鼠烤肉 这个松鼠是他们一天的粮食 虽然个头不是很大 这么冷的天气 有东西吃已经算很不错了 时间来到第50天 斯奈德组计划今天去寻找新的区域生成 其实就是节目组安排去集合而已 一大早斯奈德就在祈祷搬家顺利 很明显这是给自己找戏 明明知道是节目组安排的 祈祷完之后他们就开始出发了 把独木舟简单装饰一下 就成为一艘勇者航行号 在上面写上鳄鱼号 想必这艘独木舟鳄鱼见了都会做噩梦 在出发前他们查看地图 他们计划沿着河流一直往上走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线 但是我知道 最后肯定是和杰夫马特他们集合 他们使劲地将独木舟推下水 这比他们想象中要重很多 他们把独木舟放下水后 能成功把两人扶起来 但附近的扶水帘太多 滑动起来非常艰难 他们坐在独木舟上不停地滑动 船体距离水面非常近 很容易就会进水 好不容易才来到正常水域 他们将开启远距离航行之旅 杰夫这边去检查钓鱼沟 已经几天没有钓到鱼了 他非常希望这一次能幸运钓到 他拉动水中的鱼线 但没有钓到鱼 没有钓到鱼 他们只能继续收集木柴 今天已经是第50天了 他们还需要继续生成10天 即可完成挑战 这个地方生存环境非常复杂 他们能生存到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 杰夫他们来到道马特队伍 一起讨论如何应对这个冬天 这里的资源已经被他们耗光 水位下降钓鱼也难了 他们也打算前往其他地方生存 杰夫提出合并人数和资源 一起度过接下来的10天挑战 马特队也同样这样做 虽然要和两个大神工合并 但为了生存下去 潮点就潮点吧 他们决定正式成为一个团队 前往新的位置继续生成 这个目的很明显 不用想都知道最后是和斯奈德组合会合的 他们也打算一直往北走 而斯奈德这边 他们在水中航行了几个小时 在这个位置拥有非常多的树木资源 他们想在这里探索一下 刚上岸斯奈德就发现地上有落的脚印 还有许多蜗牛壳 他们已经提到很多次路了 想必这次合并 肯定是为了狩猎一头鹿 他们在这里选了一根粗壮的木头 斯奈德打算在这里搭建一个庇护所 这是一个天然的庇护 只需要把木棍搭在上面即可 这简直就是事半功倍 马克思负责搭建庇护所 斯奈德负责生活 有了火就等于有了一切 他们争取在天黑之前 搭建好庇护所 晚上他们就这样在树木底下休息 他们拥有非常多皮毛 晚上根本不怕冷 马克思明显感觉到气温下降 时间来到第51天 这天一早 他们就收集所有的东西 准备为开始徒步搬家 瑞兰整理了许多工具 这是一把胡须梳子 弓箭和钓鱼工具 杰夫他们醒来后 也开始收拾东西了 虽然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也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他们都站在门口整理装备 就是一身皮毛带的一些原始工具 杰夫和史蒂文也走了过来 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开始出发了 这一次徒步至少要走10公里 但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一个个壮如牛似的 斯奈德一早醒来就收集木头 附近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环境 大把资源可以让他们耗 今天他们继续完善庇护所 难道不是来这里狩猎吗 换一个地方收集木头有意思吗 可能搭建庇护所比狩猎难吧 杰夫他们在丛林里行走 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集合到一起 那么接下来他们会有什么惊喜呢 期待下一期视频的更新吧